军机坠毁的意外发生在古巴的西部山区 根据了解出示的是一架前苏联制造的AN-26运输机 这架飞机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清晨从首都哈瓦那起飞 不过飞行55公里之后坠毁在西部山区 机上所有人无一生还 当局事发后除了派出多名救难人员赶往现场 军方也宣布成立委员会彻查空难原因 而在中亚内陆国家吉尔吉斯 当地则是传出了严重的土崩意外 原本翠绿的山坡有大量土石崩落 一个村庄惨遭掩埋 至少24个人下落不明生死未捕 土崩的原因相信是当地连日豪雨所导致的 当地政府早前已经下令居民撤离 但很多村民都不肯弃家逃命 最后惨遭劫难 当局已经派出180名救难人员到场开挖 希望能寻获更多生还者 NTV7综合报道 这种族为量产生的 cosm心 人物与一路上拥爪 均匀 采匀 它有融合 在我们处理 在我们的这种小平均 我处理 我处理 是 一亙 新闻